嗨,大家好,我是娜娜匠,今天给大家讲男子成迷铁道,最后为之发疯的故事,下面推销员3,心爱的583系。 这次被丧黑选中的客人是佳米良,佳米良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,一直都是唯唯诺诺的老师,同事们都下班了,佳米良却被部长留下,加班做着报表,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,当佳米良反应过来时,时间已经很晚了。 佳米良没有买到想用的车票,但是这样根本难不倒他,只要乘坐上野东京线,再转乘到目的地,情势差别不大。 看到这里,丧黑不禁鼓起了掌,一番短暂的交流过后,二人来到了酒吧,交谈过程中,佳米良难以掩饰自己对铁道的热爱,只要是关于铁道的任何事,他都很着迷,真是妥妥的铁道粉呐。 佳米良会利用平时的休息日到各个地方去拍照,说着还给丧黑看了自己拍到的北野特快车,他的梦想就是能坐上583系的沃普特快列车,如果能坐在583系列车上吃着零食喝着小酒,那简直就是美梦啊。 正好下个月583会有两次到东京来举办活动,但最近因为工作原因,已经注定要擦肩而过了。 隔天,佳米良因为报表的事被部长狠狠批评着,同事们都在议论纷纷,因为曾经的佳米良业绩都是第一名的,他还是教导部长业务的前辈,现在进度了纯彻呀。 同事的言论让佳米良心情更糟糕了,这时丧黑出现了,他带着佳米良来到了第一次相遇的大公站,其初佳米良很不愿意,因为他明天还要在部长来之前完成报表,随着远处传来的车声, 一辆5837的列车缓缓驶来,还在他面前停了下来,佳米良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 丧黑率先上了车,佳米良也跟了进去,车厢内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像神物一般, 佳米良也如愿以偿地坐进了卧铺里,丧黑递给了他一张车票,说今晚已经为他包了场, 说着二人开始在车厢内大喝起来,佳米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,下车时还不忘拍了几张照片留念, 临走时,丧黑提醒他,只有这次是特殊的,在列车内畅饮的机会只有这一次, 即使有什么差错,也不能再乘坐5837了,佳米良心满意足地说, 自己的梦想已经实现了,只乘坐这一次已经很满足了, 这次佳米良信心满满地把报表递给了部长, 部长却不屑一顾地把报表摔在了一边,佳米良彻底被激怒, 提着部长的一铃反击着,事后他喝着酒来到了电车站, 看着手里的车票,期盼他能再出现一次, 突然,远处传来车声,583真的在佳米良的期待下出现了, 忘了丧黑提醒的佳米良,再次踏上了583系的列车, 就在他愉悦地喝着酒时,丧黑已成票员的身份出现了, 他斥责佳米良破坏了约定, 佳米良慌张地求放过,丧黑当然不能放过不守约定的人, 当列车员上车检查时, 佳米良已经神志不清地藏在了心理存放处, 可能在佳米良来说, 梦想只在他的心里一直描绘下去也许会更好吧, 对于喜欢的事物,不要执着地想得到它, 一旦过于执着,很有可能会变成可怕的执念, 娜娜还想说,真爱生命,远离丧黑,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, 不管你来或不来,娜娜都会在二层的世界里, 每天为你烧好。